Hello,我是Steven Law 今天我們來試試這支Cordoba今年新出的Cordoba Stage Guitar 這支其實是一支空心的電吉他身體的尼龍天吉他 我們很簡單介紹一下它上面的按鈕,就開始試聲了 這個是音量,這個是EQ 最後這個按鈕,其實這支吉他裡面是有兩個Packup System 一個是Undersetter,一個是吉他裡面應該有一個Sensor 收到吉他裡面的聲音 這個可以調教吉他身體裡面的音量比例 你可以關掉它,只用Undersetter的聲音 又或者是開開,收到吉他,有一點點聲音 我這次試聲用的吉他,很簡單 一條神明的木吉他線,以及H&K的ERA-1 然後直拆錄音,讓我們聽一下效果 現在是Undersetter和身體的Sensor都開著的 現在嘗試一下正在Undersetter 我還是喜歡加一點Body Sensor的聲音 這個EQ呢 領向這邊的聲音是這樣的 但是我自己喜歡呢,領向這邊 但是我自己喜歡呢,領向這邊 初步試音就完成了 其實這個空心的電吉他Body 就算你不插線,就這樣彈它的聲音 我現在就這樣用iPhone 6給大家看看 它就這樣彈是什麼聲音 就這樣彈是比相中大聲的 所以大家不要當作是一個靜音結他 也挺向下的 現在我們去設定吉他 以及詳細研究一下有什麼特別構造 剛剛也有提到一個空心的Body 它的厚度大約是38mm 重量官網寫大約2.3kg 握上手也算輕的 抱起來也挺舒服的 這個面板看起來像是Flame Maple 但其實裡面是一個Solid Blue Stop 一個雲擦面板 不過面上貼了一塊虎紋蜂木的木皮 而背後板和頸部就是Mahagany Bridge、Fingerboard和Headplane 看起來就像Indian Rosewood 而實際上這隻木叫做Balfrero 中文就譯作玻璃維亞玫瑰木 或者桑托斯玫瑰木 但其實這隻不是Rosewood 雖然它的外觀和聲音都很像玫瑰木 它這個Nuts上前枕就寬48mm 比正常的古典吉他 就紮2-4mm左右 Fingerboard的大約是16寸 正常的古典吉他Fingerboard 是沒有弧度的 16寸弧度的Fingerboard 就和市面上大部分的廣線吉他一樣 所以就算你彈開正常的廣線吉他 你轉彈這個Cortoba Stage 你的左手也很容易習慣 它的琴身連接琴頸這個位置我比較讀書 正常的古典吉他在第12格接 而鋼琴吉他通常是14格 而你一支吉他在第13格半那裡拼琴身 整支吉他的設計是很漂亮的 其實今次的開箱片 是我自己主動找Cortoba廠跟他說 我也想一支Cortoba的Stage 給我一支我拍的相片 試完就因為我前段上網看Youtube 看到一些外國人開箱這支琴 我覺得很漂亮很可愛 還有我自己想找一支吉他 是可以晚上在家彈 都不拍錯到其他人 這支吉他現在在香港的零售價大約5千元 我覺得整個性價比很高 它整個外形很帥 還有剛剛大家聽到 它的電製的Fishman配合聲 都非常不錯 唯一我可能會換就是這個 它這個原裝筋的Tuner 是一個1比14的Tuner 我可能會換一個1比18的 方便我可以做一些更精準的微調 現在我們先看看吉他出廠的數據 琴頸的Net Relief 拉了兩日線之後 略為多了少少 等一會我可以調整它出廠 而它的延距就這樣看 就是標準的 約3.5mm和3mm 我自己用的正常管理器 通常我的線位 我會接受到4.5和4 或者是3.2、2.8都可以的 很視乎我彈什麼類型的音樂 以及我會很大力彈 好像這支電的Lilong String 我想我應該不會很大力彈 所以我可能會把線位置設定到約3mm 2.6 好,現在開工 先用一號子琴 但是在小舌邊 沒用一號子琴 拿不貼 Shadow 我可以收到一號子琴 也是可以的 聲音樂 我做了幾號子琴 stacking 但你看不就這樣 把我的線路 取得開 工廠 進來 中間位置 沒用這個 生車 府 整支琴都關好,更換了1比18的新吐拿 線距大約是2.7和2.3mm 我覺得非常適合我彈 有問題歡迎留言交流,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